大家好,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既从上次做了一集 XVVU式的舞台耳反视频后 在我的某宝店 经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当客服跟我说 很多人购买钱都问这样的问题时 我是懵逼的 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去理解 包仔饭里面就得有仔 干BG里面还得有 肯定两边都会想啦 这都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 卡连丁没有看过我以前的视频 你对立体声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所以这里我再简单科普一下 什么是立体声 什么是单声道 作为耳反 立体声和单声道有什么区别 先说立体声 立体声其实分了三个范畴 立体声录音 立体声信号传输 立体声重放 可以看出三者的联系非常密切 所以我们先从立体声识音开始 假如现在舞台左右放了两只话筒 并且按照观众的视觉 把左边的话筒信号打到极准 指送到左边的音箱 右边的话筒信号打到极右 指送到右边的音箱 如果舞台左边有一个家伙 吹消 那他和左右两只话筒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距离左边的话筒比较近 所以他吹消的时候 左边话筒识取到的消声比较大 而右边话筒识取到的消声就比较小了 那我们把左右话筒信号 在左右音箱分别重放出来之后 如果观众蹲在音箱的正中间 他就能很明显的听出 吹消的声音是在左边的 因为左边音箱的消声比较大 右边音箱的消声比较小 观众自然就会认为消的声音是在左边的 假如舞台右边有人吹喇叭 同样的因为喇叭靠近右边的话筒 那音箱重放出来的声音 也是右边音箱比较大声 那人就会感觉喇叭声自从右边过来的 假如舞台正中间有人吹口琴 刚好与两只话筒的距离一样 那音箱重放出来的声音 听起来就是在正中间的 这就是立体声识音了 虽然两只话筒识取的声源是同一个 但由于识音的位置不同 所以识取到的声音信息也不尽相同 在经过两只音箱独立重放出来后 这些信息又被重放出来了 而且能被观众感受到 能辨别声音的位置 这就是所谓的立体声了 所以立体声的关键是 有幕有这样的信息 能不能被正确重放出来 当然刚刚我们讨论立体声识音时 其实只讨论了音量差 但音色差和相位差 也同样是构成这些立体声信息的元素 而且除了通过话筒识取外 还可以通过后期缓音处理 例如声相处理或者分享延时等等处理 也同样的能产生立体声信息 只要能正确的重放这些 制作好的立体声信号 我们就能感受到里面的立体声信息了 接着还是回到舞台上的这两只话筒 利用这两只话筒 我们就可以做到立体声识音了 而把这两个话筒信号 各自传输到左右音箱并且重放出来 这就是立体声传输和立体声重放 如果把这两个信号分别录下来 那就是立体声录音了 这就是视频最初讲的 立体声录音 立体声传输和立体声重放的三大范畴 而且上面提到的立体声识音 其实你在录音或者演出时 都能经常看到的 例如你可能会在大剧院发现 天花板上面有两只电容话筒 正在鬼鬼祟祟的 给整个交响乐团做录音 要否则在录音棚里面 看到初攻不出一合唱团 前面摆着两只电容话筒在做录音 要否则在摇滚现场 看到鼓手头顶掉着两个电话筒 他们都在做立体声的识音 目的当然是为了让演出录音的效果更好 不但演出录音需要立体声 现在的音乐影视作品 基本都是立体声的 也就是通过LR两条音轨 来记录上面收到的这些立体声信息 观众只需要用立体声重放的设备 就能听到里面的这些立体声信息了 例如你的耳机 监听音箱 当然现在的立体声技术 还有更加先进的多声道系统 例如杜比5.1 7.1 等等 不过这些就不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范围 好了 看到这里 如果你没有懵逼的话 应该对立体声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了 明白立体声说的不是 一边还是两边的耳机响 而是重放或者识渠道的信号 是不是包含有立体声的信息 传输时能不能保证这些信息不会丢失 或者无法再还原出来 重放时能不能让LR信号独立重放出来 满足以上条件才是立体声 那单声道就很好理解了 无法达到上述条件的都不是立体声 而是降级变成单声道了 例如 只用一个话筒的诗音 或者音频的左右声道 只有一边被重放出来 或者把左右声道合二为一再重放出来 这样的情况 都会把立体声降级变成单声道 那说回SVVUC 这个额反的单声道就类似 用一个话筒识音的情况了 因为它只能拿到单一个的输出信号 所以给它做输出的只是一个BUS 那就没有所谓的立体声了 就算把两个BUS拎在一起 做LR的立体声额反信号 它也只能取LR或者R 或者把LR的信号合并在一起 再取 所以才说它是单声道的额反 但它绝对不是只有一边耳机响的额反 无论是单声道还是立体声的额反 两边耳机一定都会响的 如果只有一边响 那一定是因为耳机坏了 或者耳朵龙了 不过可能有些同学觉得在演出现场 用立体声的额反 就一定比单声道的额反要好 其实不一定的 还得看演出的场合 如果你做幕后的经验足够多的话 你就会发现 能见到立体声额反的演出 一般是某个明星歌手跑屑拼盘演出 或者明星个人演唱会 明星跑屑用立体声额反的原因是 使用的成本不高 这里的成本指的是 额反占用输出通道的数量 一般拼盘演出 也就是几个主持人话筒 再加一台电脑放音乐 就能完成一堆乱七八糟的节目了 顶多最后加两个大排点的明星唱歌 所以调音台的输出通道 其实用不了多少的 多出洗几个输出通道都没用上 那给两个通道给歌手当耳反 啥啥水啦 而明星个人演唱会 用立体声的耳反就更容易理解了 他就是整场演出的绝对C位 要占用两个输出做立体声耳反 这么卑微的要求很过分吗 肯定不过分啦 留一台六十四路的调音台 给明星做耳反也不过分 有钱就行了 至于其他的演出 例如大型的音乐节 一般还是用单声道的耳反 甚至乐队拿过来的是立体声的耳反 而他们只要求单声道就可以了 理由有两个 第一大型音乐节来的乐队很多 每个乐手都带一套耳反 那调音台得有多少个输出通道 才够这些耳反用啊 所以你在摸音台后面 可能会看到一堆一堆的耳反在排队 等自家的主人要上台了 才能怼上调音台 这种情况 你还想要一个人再用两个通道做立体声耳反 你问过前面玩 死亡金属 而且没钱买耳反的那位大哥了吗 第二 立体声耳反 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重要 一般乐手在耳反 能听清节拍器 能听清他自己的乐器 能听清别人的乐器 能听清program 而且音量比例 是他想要的 就OK了 至于乐器在耳机中的左右摆位 有肯定就好啦 没有也关系不大 最极端的情况下 只要能在耳反听清节拍器 他都觉得OK 所以对于一个中小型演出用的 无线耳反来说 单声道才是正常的 不然你拿着立体声的耳反 去面对只有一个输出通道的模拟调音台时 你跟调音师如何相处 打一架吗 而且市面上 舞台上用的立体声耳反 一套的价格都小一万 而SVB的价格是千来块 差点就是别人的零头了 你居然还要求他立体声 那就有点过分了 什么演出 用什么设备 大家看着自己的预算买就可以了 当然口说无凭 下面给大家做一个试听的实验 让我们听一下 立体声单声道的区别 大家一定要戴上耳机感受一下 看看能不能听出区别 我会把同一首歌 用立体声音轨放一遍 再把只有左声道的音轨放一遍 再把左右声道合一起的音轨放一遍 大家听了后留言告诉我 这三段音轨 哪个是哪个 最后大家也一定要记住 SVB无线耳反 和各种录音直播设备 老主的有卖哦 买是要被找愤怒的调音师 某宝搜索愤怒的调音师 对就是这两家 楼主的天猫店也已经开了哦 天猫请照声影音专营店 已经为你准备了 性价比最高最专业的录音直播设备 谢谢支持 你说这里将会是天堂 他没有识字定